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的铅笔 乔尼 你要干什么 对不起 兄弟 安静一下 大家注意听讲 怎么办 我最喜欢的铅笔居然被你弄断了 伙伴们 情况不妙啊 温卷调查显示 布鲁姆斯小镇一半以上的居民 没有接受过火灾预防知识的培训 天哪 居然有这么多家庭没有灭火器 好多人都不了解火灾发生的原因 也不知道应该如何预防 是不是大家还没有意识到火灾的严重性啊 这可太糟糕了 这样不行 要让大家认识到火的危险和可怕 要给大家开展消防安全培训 昕迪会喜欢哪个呢 小妮 我们去玩具店看看吗 等一下 比特 我还没有选好呢 要我帮忙吗 您好 你们想买什么呢 是 我想买只铅笔送给同班的女同学 是买这只好呢 还是这只呢 女孩子的话 这两只都会喜欢的 请问 有大猩猩模样的吗 大猩猩 仓库里面应该会有 真的吗 我去拿给你 稍等一下 好的 谢谢您 小妮 这里有超级飞楼啊 哇 真的耶 好酷啊 什么时候 顾客朋友们 现在大厦三楼起火了 请大家听从工作人员的指引 尽快安全撤离 顾客朋友们 请注意 现在大厦三楼起火了 大家跟我来 往这边走 请大家听从工作人员的指引 尽快安全撤离 比特 那边我想起火了 我还是同一次看到起火呢 我快转不上去来了 孩子们 这里很危险 快跟我来 好 孩子们 你们没事吧 安爸 安爸 这里很危险 大家先退到安全的地方 海力 控制住上面的火势 好的 这火蔓延的可真快啊 差点就出大事了 救命啊 快来救救我 那不是刚才那个姐姐吗 救命啊 侯里和安爸 你们继续负责灭火 海力和我 负责救人 好的 罗姨 救命啊 救命啊 抓紧我的手臂 好的 海力 后面的就交给你了 好的 没有受伤吧 都会你们救了我 谢谢你们 今天要说的主题是既便利又可怕的火 知道了 罗姨 火是我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便利因素 火可以照亮黑暗 为我们提供便利的生活 可以让我们吃上做熟的食物 天冷时还可以用火来取暖 但发生火灾时 火却是非常可怕的 火灾不仅会毁掉我们珍稀的物品 甚至还会毁掉我们生活的家园 火灾发生时 为了安全正确的逃生 认真接受消防安全培训非常重要 因为危险 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发生 明白了 罗姨 昨天你简直太酷了 是啊 帅气的救出那个被棍的姐姐 用水枪刷刷刷的灭火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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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站住 嗯 对不起 兄弟 我绝不愿让你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在游乐园安全玩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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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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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好的天气 我去要照看妹妹 真是可怜呐 带着露西好好玩 我就把游戏机还给你 哇 超级飞龙 哦 哇 哈哈哈哈 怎么样 很酷吧 嗯 超级飞龙 哦 哦 我还有 露西 你这样滑滑体很危险 没错 只有游乐园达人 才可以这么滑 游乐园达人 那是什么 游乐园达人就是 擁有爱心和勇气 还拥有智慧和耐心 并掌握了游乐园 所有设施玩法的能人 嗯 就像我们一样 我一样 我也要当达人 嗯 那好 你要保证乖乖听话 才会对你进行 特别训练哦 是 我保证听话对着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噠噠 哇 好厉害啊 哈哈 了不起吧 这可不是谁不能玩得了的 嗯 嗯 不敌 你要干嘛 要从高处跳到蹦蹦床上 那才好玩呢 挑我的 楚霸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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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办 怎么办啊 陆迪 你刚才那样真的是太危险了 我知道错了 我只是觉得那样会更好玩 孩子们 玩蹦蹦床 千万不可以从高处往下跳 那样很危险 明白吗 明白了 以后一定会注意到 大家抓紧了 我们这可是在挑战自我 是 该找 我找你哥哥 我跑啊 队长 我是第一名 谁说的 我才是第一呢 来吃我一招吧 你错 我才是第一名哦 我爬上来了 队长 露西 恭喜你以优异的成绩通过培训 没错 真的是太棒了 从现在起 你也是游乐园达人了 恭喜你 露西 太好了 我也是游乐园达人了 作为纪念 交给你们一个我发明的超级游戏 那就是鞦韆合体 走了 太棒了 闹得好高啊 是吧 查尔斯哥哥来了 查尔斯哥哥 伙伴们 出眼前 查尔斯哥哥 补息 等你 不要啊 危险 危险 别痛 柔西 孩子们 千万不能这么玩游乐设施 太危险了 是啊 刚才差一点就出大事了 对不起了 我们没想到会这么危险 我来告诉大家 在游乐园如何安全玩耍 认真听好啊 用危险的姿势滑滑梯 或者从鞦韆上跳下来 还有在高处玩闹 都是不可以的 要双手握紧扶手 注意安全第一 不遵守秩序 争抢着去玩耍 或者自己霸占设施玩太久 也不可以哦 在游乐园 跟小伙伴要遵守秩序 友好的玩耍 只有安全的玩耍 才能够玩得更开心啊 大家一定要记住 嗯 我们记住了 露西 瞧你 我们一起安全地玩耍吧 好啊 遵守秩序 开心地玩耍 露西 这是你一直想看的童话书 哇 我想看的童话书 现在就去看 嗯 露西 说好了跟我们一起玩的 我先不跟你们玩了 我要跟叉尔斯哥哥 一起看童话书 露西 你就跟我们一起玩嘛 一起玩了 露西 小朋友不可以乱穿马路 超级游侠打折了 看一看吧 看看 这样 过来看一看吧 超级游侠打折了 打五折 不要命了 有这么过马路的吗 站住 走前面的人行道去 这样下去可不行啊 妈妈 我要买超级游侠 求你了 今天不买的话 以后就买不到了 不行 为什么 为什么 上星期不是刚买过玩具吗 可那不是超级游侠 你懂不懂啊 上一次你是怎么说的 只要买了玩具 就好好学习 好好照顾妹妹 还说会把玩具都收拾好 你都做了吗 我没说过 那好 超级游侠你就别想了 妈妈是不会给不守 新颖的小孩买玩具的 我说过我真就去做 家里没菜了 西兰花卷心菜 看来今天得出去买点菜了 快走吧妈妈快点 凯文你这是干嘛 去买菜顺便去趟玩具店好不好 这个嘛 妈妈你最好了 马屁精 呀呼终于买到了 你买什么了 看呐 超级游侠 这是哄小孩的 你也喜欢 不懂了吧 大人迷超级游侠的多着呢 这叫老少杰宜 你好 这里是救援中心 是我小娟 开普 你知道吗 超级游侠正在半价促销呢 多合适啊 就因为这个才跟你联系 现在超级游侠玩具店前聚集了很多人 还有很多人乱穿马路 很容易发生事故的 怎么会这样 我过去看看 我跟你去 是现在就去玩具店吗 妈妈 是啊 你答应了什么要记得哦 一定一定 还剩最后一个 就还有最后一个了 咱们得快点妈妈 不行 凯文 得走人行横道 什么 人行横道 太远了 你看 那位叔叔不是也没走人行横道吗 那样不对 嘿 我要一个 不行 那个小男孩要横转马路了 不要我看了 你 差一点就出大事了 大人横穿马路 小孩子会跟着学的 这样太危险了 我错了 婆理 孩子们看大人乱穿马路 也会跟着学 很容易出事故 这可马虎不得 过马路的时候 一定要走人行横道 天桥 还有地下安全通道 知道了 可这离人行横道也太远了 宁可多花一些时间 也要走人行横道 安全第一嘛 就算有人在路对面喊你 或者要赶时间 也不能横穿马路 记住 就怕她乱穿马路 可是我没握紧她的手才 待孩子们外出 一定要握住她的手腕 光牵着手 孩子很容易挣脱 要握住她的手腕 才会安全 谢谢Poly 谢谢安巴 谢谢你们 孩子 你要买这个是吗 我让给你了 不用了不用了 我现在 又有一个新的目标了 哦 比超级游侠还好 比超级游侠还好 对 我的新目标就是 Poly Poly 泰文 我可不能大折消瘦哦 行 全价买全价买 小朋友们 一定要记得走人形横道哟 回头见 燃放烟花时要注意安全 伙伴们 我们一起去看超级飞龙吧 彼特 都说了今天去不了的 为什么 今天可是活动的最后一天啊 走吧 你们一会儿会来我家吧 啊 当然要去了 一会儿见 新姐 什么 我说 那超级飞龙怎么办 彼特 今天不是新帝的生日吗 什么 是吗 嗯 彼特 你是有别的地方要去吧 那个 我 对 没错 我可是要去拿你的生日礼物呢 等你看到我的礼物肯定会大吃一惊的 是吗 那我就拭目以待喽 伙伴们 一会儿见喽 彼特 你打算怎么办 你不是什么都没准备吗 嗯 我先走了 这个又不合适 这个也不行 应该有更适合作为生日礼物的东西啊 嗯 这个的话 你在干嘛 露比 原来你在这里啊 露羯 露比要跟哥哥去一个地方 露比是我的 今天哥哥很需要他 下族再跟你买个更好的 不要 哥哥总是说话不算说 妈妈来了 妈妈 没事了露比 你真乖 我要告诉妈妈去 不要啊 这是什么 年花 大功告成 我回来了 快来罗姨 这是什么小娟 送给辛迪的礼物 今天是她的生日 要是她知道我给她准备了礼物 肯定会感到惊喜的 辛迪肯定会非常开心的 要不我去检查消防栓石 顺路帮你送给她 真的吗 谢谢罗姨 还是罗姨最贴心啊 生日快乐 辛迪 谢谢大家 这是我送你的礼物 辛迪 这是我的礼物 这是我的 辛迪怎么样 我的礼物很酷吧 是挺酷的 好酷啊 珈迪 她的嘴巴会动 胳膊也能转动 这就是你说的秘密礼物吗 比特 你干嘛生生秘密的 不可以 那是我从仓库 天哪 这不是烟花吗 烟花 什么烟花 真的 看起来蛮不错的嘛 赞吧 这就是我的礼物 妈妈 这个可以现在放吗 好漂亮的烟花 那就先放几个看看吧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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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们 都往后站 妈妈 怎么不想呢 是啊 难道是次品 怎么闻事 怎么不想呢 比特 难道是没电着 不 好像快到了吧 什么声音啊 那不是 大家都没事吧 我们没事 我们没事 危险 大家 先走到安全的地方去 阿姨 燃放烟花爆竹前 请一定要仔细确认产品 了解安全守则 像这种放置太久的鞭炮 可能会延迟引爆 或者造成异常引爆的 对不起罗姨 我应该多加小心才是 请大家听好 烟花爆竹属于危险品 所以一定要遵守安全守则 当点燃烟花爆竹后 一定要站在十米以外的地方观看 千万不要拿在手里 或者朝向他人 请不要在容易引起火灾的 狭窄空间 或者树木茂盛的地方 燃放烟花爆竹 无风时 请在宽阔的户外燃放 当同时点燃太多的爆竹时 爆炸可能会引发大型火灾 所以千万不能这么做 最后 燃放烟花爆竹时 一定要在大人的陪同指导下进行 知道了吗 嗯 我们知道了 罗姨 对不起 对不起 新帝 其实我忘记了今天是你的生日 哼 我早就知道了 不管怎么样 还是谢谢你刚才过来救我 那么我们继续我的生日派对吧 比特 我的霸王龙怎么办 怎么会变成这样子呢 对不起啊 站住 比特 我可真拿你们没办法 抓小偷风波 好吃的大苹果 外套送那个瑞雷先生 哦 小 小偷 牛小偷 哦 哦 出大事了 伙伴们 今天早晨在特瑞奇的仓库 也有人进入 并盗走了苹果 这已经是第五期盗窃案了 那么到底会是谁干的呢 虽然不知道是谁 如果放人不管 不知道还会发生什么事 是啊 我们大家以后在巡逻的时候 要多加注意一些 知道了 这下子 小偷应该就跑不掉了吧 宝贝们 妈妈回来了 老婆 出什么事了 比特 你这是要干什么呀 妈妈真是的 这是我为了抓小偷 专门布下的陷阱 什么 小偷 我说比特 小偷就交给爸爸来抓好了 你就不用担心了 天哪 老公 老公 老婆 让我再睡十分钟吧 爸爸 醒醒 窗户怎么开着呢 抓 抓小偷啊 给我站住啊 给我站住啊 这个小偷 给我站住 老公 爸爸 那个小偷跑到车库里去了 什么 小偷了 小绝 出什么事了 伙伴们 比特家里有小偷出现 请大家立刻前去支援 好的 你们都没事吧 没事 我们倒是都还好 Polly 小偷现在就在车库里 这里就交给我们 请大家先到一边去 好的 准备好了吗 不许动 什么吗 原来是只小猫 把小镇搞得人心惶惶的 居然是这个小可爱 我还以为是小偷呢 比特 如果家里进小偷了 千万不要主动出击 那有可能招致更大的危险 所以说 做好预防措施 不让小偷上门才是最重要的 现在呢 我就来告诉大家 应该如何预防 外出或者回到家后 要注意把大门和窗户关好 独自在家时 要打开客厅的灯 同时打开电视或广播 就好像家里有好几个人在家一样 如果有陌生人敲门 请他们等父母回来以后再来 万一家中有陌生人闯入 千万不要慌张 一定要立即报警 记住了吗 记住了 以后我一定会先报警的 我的天哪 这是怎么回事啊 比特 你马上给我收拾干净 妈妈 我知道自己错了 司机的视线盲区 危险危险 今天实在是太累了 行了 太坦 再跑一趟就玩活了 好的 我知道了 实在撑不住了 还是打个盹再走吧 就在这儿吧 这是什么呀 小绝 这个是我最新发明的汽车后视镜 名叫小绝火眼金睛牌后视镜 好搞笑的名字啊 你知道吗 一般的后视镜会有视线盲区 这个后视镜就是全方位的 连车顶和车底都看得到 车顶和车底用得着吗 当然了 有了这个就没有看不到的死角了 小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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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藏起来 快藏起来 等待我哥哥 就藏这儿吧 不行苏西 我藏在这儿 我也要藏在这里 躲开 去 讨厌你哥哥 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我来咯 吓我一跳 找到了 人呢 奇怪 我看到他藏在这儿的 去那边找找吧 好 我在这里呢 孩子们 今天公园施工 不能在这里玩 叔叔 你有没有看到苏西啊 苏西 没有 还真没有看到 到底藏哪儿了呢 苏西 苏西 苏西怎么了 苏西 出什么事了 多奇 破莉 我们正在玩捉迷藏 苏西不见了 什么时候不见的 明明在这附近的 什么想 苏西 你怎么藏在这儿了 才找到啊 快点出来 知不知道藏在这儿多危险呢 呃 呃 水过头了 我得赶紧走了 苏西 苏西 呃 孩子们有危险 呃 看看后面 呃 呃 什么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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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的周围玩 知道了 知道了 为什么 呃 呃 呃 再也无可挽回了 呃 呃 来试试这个 呃 按了它 就没有视线盲区了 我看 还是送给别人好了 那怎么行 这是专门为你做的 不 我不要 玻璃 停下来 趴下去 打滚 如果衣服着火了 现在知道该怎么应对了吧 是 瞧你 起火了 你背后起火了 呃 哪里 哪里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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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特 瞧你 当身上的衣服着火时 要怎么坐来着 嗯 那个 瞧你 看好了 首先不要慌张 停下来 遮住脸 捂住口鼻 趴在地上 然后不断地滚动身体 知道了吧 千万不要忘记哦 好的 我记住了 好了 今天的培训就到这里 万圣节快咯 哇 用糖吃了 哇 成尼 你真像个吸血鬼 好酷啊 哈哈 你看起来也挺像的嘛 那我们就开始吧 好啊 好啊 不给糖就捣蛋 哦 比特强妮 你们今天打扮得好酷啊 来 这是给你们的 万圣节快乐 哇 谢谢你 万圣节快乐 万圣节快乐 不给糖就搭蛋 海力是我 什么嘛 我比特 原来是你们呀 吓了我一大跳 我们也要糖果 哈哈 万圣节快乐 比特 抢你 谢谢 海力呢 哼 我才不给你们呢 不给糖果的话 我们就吃掉你 啊 啊 啊 好吧好吧 给你们就是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不给糖就捣蛋 啊 啊 哦 可理你可理你 可理你 不给糖就捣蛋 哇 哈哈 你们今天好酷啊 不给糖就捣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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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两个可爱的小家伙 拿好咯 啊 哈哈哈哈 哈哈 有人在吗 哇 好多糖果啊 哈哈 哇 现在的孩子都好胆小啊 哎呦 真是的 我居然上当了 哈哈 小看我比特 是会吃大亏的 这么多的糖果 这下够我们吃一个月的了 哎呦 小看我比特 哦 哦 真的好大啊 超级大糖果 厉害吧 哦 我也要超级大糖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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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妮 快停下 停下来 别跑了 不要慌张 停下来 折住脸 趴下来 滚动身体 好的 停下来 趴下去 打滚 强妮 强妮 你还好吧 我没事 我帮你看一下 你先别动 差点就出大事了 强妮 哦 刚才真的好害怕啊 当身上的衣服着火时 不要慌张 要停在原地 身体动得越厉害 火势就会越大 所以千万不要跑 先用手遮住脸 如果吸入烟气 就会有危险的 所以同时捂住口鼻后 趴在地上打滚 就可以把火熄灭 被火烧过的衣服 可能会粘在皮肤上 所以请不要随便脱掉 遇到这种情况 请向大人们寻求帮助 哦 原来是这样 那么 当身上的衣服着火时 我们要怎么做呢 停下来 趴下去 打滚 非常好 根据今天学的能够沉着应对 应该奖励一下 哇 超级大疼火 哈哈 哈哈 罗姨 谢谢你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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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大雨时 要小心 哈哈 哈哈 是蓝蝴蝶啊 真漂亮 哦 那是什么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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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是鸟蛋 看来是找不到妈妈了 怎么办呢 哦 有了 哦 哦 哦 嘿嘿 幸好鸟蛋没事 查尔斯 真的吗 可是 没有鸟妈妈 没有宝宝自己很难活下来的 那么 我来照顾它吧 查尔斯 饲养野生动物 可没你想的那么容易 我可以的 我会认真照顾它的 好吗 求你了 哦 好吧 那我们也一起帮你 真的吗 谢谢你们 要出来了 出来了 看起来挺健康的 真是太可爱了 你好啊 满满 很好 满满非常健康 真是太好了 多吃点啊 满满 满满好痒啊 啊 用力展开翅膀 就像这样 满满 你可以的 哭疼哭疼 满满 没事吧 打起精神来 伙伴们 紧急情况 天气预报说 今天会有一场大暴雨 希望小镇不会遭受什么损失 巡查一下 看是否有潜在危险 小军 你赶紧向居民们 发出暴雨警报 我们去巡查 看哪里存在危险 那就拜托了伙伴们 妈妈 妈妈 吓坏了吧 没事的 雨很快就会停的 不要啊 河水上涨得太快了 救命啊 救命啊 什么声音啊 查尔斯 救命啊 出什么事了 海力 伙伴们 紧急情况 查尔斯和满满随着河水向下游飘去 你说什么 知道了 我们马上就赶去河边 大家抓紧时间 快来人啊 快来救救我们 不要啊 海力 查尔斯 你先坚持一下 救援盾很快就来了 查尔斯 来了 查尔斯 我们现在救你上来 好的 查尔斯 快上来 小心点 知道了 查尔斯 我知道你是不放心满满 但刚才太危险了 是的 不过谢谢你们救了我 像今天这种暴雨天气 我来告诉大家要怎么做 平时要注意收听天气预报 下大雨的时候最好不要外出 如果刚好在户外 一定不要待在河流附近 一旦水位上涨很容易被冲走 没错 真没想到河水会这么可怕 发洪水的时候要尽快躲避到高处 为了避免出电 要远离电线杆和木灯 都记住了吗 记住了 以后我会小心的 谢谢你们了 加油啊 满满 你可以做到的啊 满满 飞起来了 你真的太棒了 满满 天黑出行可要当心哦 手电筒 饮料 地图 巧克力 多奇 你想到的怎么都是吃的 这种时候哪能少得了吃的呀 真拿你没办法 还不回家干嘛 这是什么 这是个秘密 秘密 那我只好告诉老师去咯 别告诉你 说啊 今天晚上我们要去看萤火虫 咱们这里有萤火虫吗 听说猫头鹰树林里有萤火虫 所以今天晚上我们要去探险 那好 我也跟你们去 你 我们可是去探险 所以啊 我才要陪你们去啊 就你们两个 我不放心 什么 这样 那我再准备一份吃的 我还不如你去吃的 我可是吃的 我该走 你去哪儿 这是什么 我来了 来了 直到了十分钟 对不起 我们先看一下地图吧 知道了 多奇 手电筒呢 照一下 在这儿 多奇 怎么搞的 这是火腿肠 奇怪了 怎么办呢 好像忘带了 怎么丢三落四的 看完地图呢 没有啊 什么 没有地图 怎么去探险 我明明放在书包里了 我看 我们还是回家吧 等一下 别担心 我知道怎么去 真的吗 当然了 跟我来吧 探险 开始喽 凯文不见了 苏西说看见哥哥背着包出门了 这个是哥哥掉在地上的 这是什么图啊 像是地图 你们看 这里是不是 这猫头鹰树林真让人害怕 天呐 有钱灯坏了 这另一个还没有坏 我得赶快离开这里 凯文 这路对吗 我们已经走了好远了 应该是快到了 哪有萤火虫 说不定一会看到个大怪兽 什么 大怪兽 我好害怕 多奇 你看那儿 那是 是萤火虫 我说的对吧 快去看看 等一下 等一下 萤火虫有那么大吗 这的确不像萤火虫 难 难道是 我找到孩子们了 天啊 危险 撕补机 波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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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普奇 差点出大事 天这么黑 你还开的那么快 我太害怕了 所以才 孩子们 对不起 没关系 是不起 你们在走夜路的时候 也应该多加小心才是 晚上因为天黑 汽车和行人都会看不清前方 行人穿亮色的衣服 或者穿有反光条纹的衣服时 容易被驾驶员发现 这样才安全 还有 如果对面有车过来 不要慌张 先靠边停下 等车开过去再走 这样 对于驾驶员和行人来说 都是比较安全的 更重要的是 天黑以后 不能瞒着父母偷偷地出门 因为天黑以后 平时非常熟悉的路也会变得陌生 粉蜜迷路 知道了 好了 回家吧 爸爸妈妈正等你们呢 好 好 萤火虫 萤火虫 真漂亮 真漂亮 我们找到萤火虫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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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